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曾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了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律師馬在前 馬律師 王勇大哥 大家好 以及眼科醫師黃宥嘉黃醫師 曾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媒體人呂文娃 曾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也是媒體人陳凌凌 曾大哥好 大家好 我阿凌 哎唷 我阿凌 我阿明 阿明 阿明 婦產科醫師 王樂民 王醫師 曾大哥好 大家好 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主題很有意思 叫緊急聯絡人 基本上就是在講說 碰到這個緊急狀況的時候 你會把誰當成第一個緊急聯絡人 有些人不一定會填伴侶 填外公 所以這個也在測量 就是你的人際關係 或者是說你身邊的人跟你的一種緊密的關係 那藝人洪小雷 他在暑假的時候帶著他的兒子跟團去西班牙旅行 那沒有想到扁桃縣感染 想不到這麼嚴重 他住進家戶病房 而且接受插管治療 請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洪小雷 他自己PO的影片 PO的照片 他真的插管 而且當時的插管 這個經過開刀以後才脫險回來 回到臺灣 但是你看 他這個特別是這個王世堅說 感謝主席 王世堅就是他的前夫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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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王世堅 不是世堅情 那這個洪小雷呢 這個特別感謝王世堅說 謝謝爸爸 他稱呼叫爸爸 辛苦了 這樣子 那麼他 王世堅 在事發第一時間就飛去西班牙 不離不去的照顧跟協助 一路的陪伴 這是前夫喔 那整個情況 我們到底他情況 當時有多危急 我們請文婉跟大家講一下 同樣是前夫啦 真的是兩樣情 真的讓我們很多的感觸這樣子 然後也真的再次證實 每個人的這個親屬緣分不一樣 像我就屬於六親元博 今天這個 今天這個題目叫做緊急 聯絡人 真的 鄭大哥說得對 再次的檢視自己 真的在人世間 到底遺留下了什麼 待會再來講 然後呢 這個給我很大的感觸 然後講到這個洪曉雷跟王世君 當時其實洪曉雷在出國之前 他有一點點不適 就有點不舒服 可是那時候覺得說還好吧 沒有那麼嚴重 沒有想到這個落地之後 突然間就發現說 他真的後來連呼吸都有問題 所以緊急送醫之後 那當然他當時只帶著在放暑假的兒子 那兒子其實還未成年 所以那個真的需要 需要有一個人趕快飛過去陪伴 那那個人後來王世君 就是接到兒子電話之後 就是趕忙的用所有的 應該說透過關係 朋友幫忙 真的就是連夜買到機票 然後呢 都安排好了 就飛過去 那現在重點是當然就是經過 洪曉雷真的一度就是 我們其實很多的記者都在 因為那時候聽到的是狀況很危急 所以呢 第一時間也不知道 到最後是怎麼回事 那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 一切都是雨過天輕 那那最可怕的是 他真的進了當地的那個西班牙 那邊的ICU 那也做了這個所謂的手術 好啦 那都痊癒回來之後 現在大家今天要討論的問題 是說當時其實因為在國外 身處國外 其實洪曉雷出國的時候 是買了一個呂責險 那你知道嗎 其實光是這樣算價 你看ICU 手術費 然後加上王世君過去的 多出來的extra的飛機票 然後住宿啊 然後等等等等 據說加起來是破百的 可是光是醫療費的部分 剛剛提到呂責險 然後後來我跟著經過這個新聞 我才知道說原來呂責險他最高上限 才賠二十萬 所以換句話說你這樣 履行責任險 對 然後他是當時沒有保 履行平安險 那我是覺得他這個 我們真的從來也不知道怎麼分 所以多出來的部分 就是自己要照單全收 那很可能就是如果 因為履行責任險 也是事後申請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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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換句話說 如果王世君去 因為他交病王昏迷六天 換句話說他要付的 費用 醫療住院等等 所以應該是王世君去幫他付 先付 對 應該是王世君處理 這個了不起 這不少錢 我告訴你 把人跑就跑 真的 不過請教一下 馬律師 履行責任險 跟履行平安險的差別在哪裡 履行責任險 基本上是 邀寶人是旅行社 類似團寶一樣 我幫我的團 出團跟保安檢公司訂一個鞋 我這個內容當然是我們各自旅行社跟保安檢公司議訂 我的團員出了什麼事 然後會怎麼樣賠 有個固定的方式去賠償 因為這個類似有點像團寶的性質 所以他基本上就有點像我們公司幫員工團寶 公司幫員工團寶 像旅行社幫我的這團團人去團寶 出意外上限兩百萬 然後那個醫療上限二十萬 他不太會有實質值務 因為這個類似團險 那這種險通常都是保險 臺灣的那個交通部都有律定 合法的旅行社一定要保這些 強制他們去保這個 才能夠讓他們出團 所以這個都是有點像 這類似補充的險類 那通常我們真正為了自己去險 我都會出國之前自己去跑一個平安險 平安險 意外險 平安險 家寶 我這個隨時出去玩家寶 還有或者你平常 旅行平安險的受益人是誰 旅行平安險可以自己填 譬如說我要出去玩對不對 我自己保平安險 是我跟保險公司第一個 一個 可是我如果發生意外 我死掉了誰是受益人 我就會在受益人上面寫 譬如說我要給誰 指定給誰 那就不列入遺產 但是如果沒有寫 就當作是遺產 那我們去機場 不是有很多保險公司 在那裡有櫃檯 對對對對 我們就臨時在那裡保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個直接可以保 那這樣的話 最多可以保多少 人命 人命的話 他不會 那個你可以保很多 但是只怕一件事情是重複保 重複保會造成 我們懷疑你是不是 因為我朋友是說 他去了機場 結果他太太去幫他保 旅行平安險 一直舔 一直舔 受益人都自己 所以他回家說 一百一百不知道都在念什麼 人命的價值是無限的 你可以保很多家 但是保太多家 將來萬一真的發生事情的時候 裏培就有另外一個調查機制會出來 調查機制會出來說 這個是不是有人為的詐財 或者是有預謀 有人謀殺害命 這是另外一個機制 如果你是個人命的保險 你可以 你就你有錢你就付啊 反正真的發生的話 他們就只是到時候發生 就會看整個發生的經過有沒有蹊蹺 那再請教一下 因為王小蕾是帶著兒子去 所以他是團保 我知道 我是說王世鈞已經是前夫了 那去那邊如果需要簽什麼緊急的文件 對不對 同意書要開刀啊 幹嘛的 那前夫可以簽嗎 其實前夫跟洪小蕾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洪小蕾出去在國外發生意外的時候 他的唯一的親人是誰 小孩 兒子 兒子未成年 那未成年沒有辦法行使 他的權利的時候 本身他的 監護權是媽媽 但是媽媽一直沒有辦法行使 自動會歸到爸爸身上 所以爸爸去是 爸爸去是基於幫兒子行使 他的同意權去簽這個字 不是我是前夫的關係 不是這樣子 是因根據兒子 兒子因為未成年必須要大人去幫他簽 那是因為剛好我是他生父 是 那媽媽沒辦法處理事情 當然是這個監護權真的掉到我身上 當然是他是暫行監護權的方式 好 去限制 等一下那一段會比較精采 因為每個人都要講自己的 親機 親機聯絡人是誰 好不好 來 等一下我們去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